新北幼儿园群聚染疫扩大 让高雄市府也不敢大意 市长陈其迈特别指示 面对即将到来的中秋廉假 就怕人潮南北移动带来高风险 将会是疫情的状况 不排除采取更严格的措施 针对校园防疫升级的部分 来全面加强 不止幼儿园更针对高雄所有学校 因为新北幼儿园群聚染疫案扩大 甚至中和一间小学也爆出确诊个案 疫情连环报让高雄市长陈其迈不敢大意 南北的移动会带来风险 因为中秋节有连续四天的活动 会根据疫情传播的状况来做家园的管理 特别点出南北移动增加风险 因为台南六月曾发生北孙南宋 酿成北溢南烧 为了防止类似事件高雄上演 更避免幼儿园群聚感染案出现高雄 这回美农社区公托开幕 高雄市做足准备 我们也从现行的1比5 未来会降到1比4 托育比调降1比4只收拖12名幼儿 顾及家长和失资 同时不忘严守防疫 新北幼儿园群聚染疫案扩大 再加上中和一所国小传出确诊个案 紧急停课 如何强化校园防疫 防止北疫难烧 是高雄目前防疫课题 记者肖志远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